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认识一下他的作者 范成大 范爷爷 范成大 第一个考点往下面看 他字什么呢 智能 一字 又圆 而且要记住一点是什么 他网号石湖居士 南宋时期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和诗人 那么提到范成大 范爷爷 不得不提到他所写的四十田园杂姓 因为这是一组诗祖 那么这组诗祖呢 写的都是田园诗 分成了春日 晚春 以及夏日 秋日和冬日五大部分 每个部分呢 各自大概有十二首诗 所以啊 其实有六十首诗 因此咱们现在写的只是它的皮毛而已 但是没关系 我们总得进入一下 所以咱们从其一先进去看一看 首先呢 我给大家诵读一下 四十田园杂姓 其一 范成大 宋 梅子金黄 杏子肥 卖花雪白 彩花兮 日长梨落 无人过 唯有蜻蜓 夹蝶飞 说的是什么 就是一派田园之境 不幸啊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什么呢 梅子 提到这个梅子不得不提到 梅子它指的就是梅树的果实嘛 对不对 有没有吃过呀 甜的时候还是很好吃的 在酸的时候 哎呦我的妈呀 牙都快倒了 梅子呢成熟了 金黄色好吃 对不对 而那个杏子却长得很肥 没错 这个肥呢 它指的是果肉 非常的厚实 非常的肥厚的意思 这个地方呀 有待拟人的修辞 但是我为什么说有待而不是呢 因为这个肥 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 也可以用直接用它来形容 我们的一些果实 它的那个状态 而下面 麦花 麦花为荷花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麦类的那种花 是雪白色的 而那个菜花呀 开的呢是稀稀落落的 菜花当然是黄色的了 对不对 一派田园吃惊 所以菜花就是油菜花 而下面 叫做日常黎落 无人过 白天的时候 虽然很长 对不对 黎落是什么意思 就是黎巴 那个黎巴呀 没有人从此经过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在各家各户 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呢 对不对 那唯有什么 唯有就是只有的意思 只有 天上的蜻蜓在飞来飞去 夹蝶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蝶 它指的就是蝴蝶一样的 那种小动物 干嘛呢 也在飞来飞去 是不是 这个没有一个人的出现 但是给我们一副 典型的田园风光 就是烈日炎炎 但是夏气浓浓 告诉了我们 那是一副美妙的田园画作呀 所以如果要画的话 夏老师一定画很多种颜色 不幸咱们在从他的一个文章 大意当中去感受一下 在大意里面是这样说的 江南的初夏 梅子变得是金黄色 而杏子呢 是越长越大 甚至啊 那个果肉 长得非常的肥厚 夏老师说到这儿 哎呦 口水都快掉了 而那个麦花呢 是一片雪白色 再往远处看 那个油菜花 倒是显得是细细落落 可是你近处看呀 还是挺多的 这个白天啊 是越来越长 咱们知道夏天嘛 对不对 骤长增加了 不过农事繁忙 农民们是整天在田地里面 你在你家劳作 我在我家劳作 所以怎么着呢 篱把边上呀 就少见行人 你只看见的是什么 天上飞的蜻蜓 和蝴蝶 对假蝶 这飞来飞去 对不对 好像他们呀 在代替人们在玩耍似的 所以从这么一个角度来看 很清晰 你就能看出它这个技法 什么样的那个技巧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所谓梅子金黄 杏子肥 所谓卖花雪白菜花西 其实你发现没 它用上了一个修词手法 没错 就是对偶的修词 对不对 梅子对卖花 金黄对雪白 杏子肥对菜花西 这不是正好相对应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考点把它记住 下次请问 这首诗歌当中 运用对偶的诗句 是哪一句 把它填在横线上 你要知道是第一句 那么既然提到第一句 咱们不得不来下言下语一下 其实这首诗歌呢 我管它叫小诗 什么叫小诗 它不像李白的大江大河大山大水 对不对 也不像杜甫的忧国忧民家国情怀 它就是写了一个农村的小景 甚至是这个农村小景当中的一角 就相当于我们拍照一样 你既可以拍摄的是大江大河的整体景 也可以拍摄的是一架战斗机滑向于天空当中去的那种雄壮之气 但是我今天偏偏拍摄的是一个桌面上的一个小杯子 这是一个小景 对不对 甚至是杯的一角 因为这一角呀 有它的妙处 这一角呢 有它的乐趣 那么在田园诗歌当中 往往不以大惊取胜 而以小景为乐 这就是田园诗 它的一个魅力了 能明白吧 那么好了 这呢 就是夏老师今天给你所说的一个全部内容 希望同学们都能明白了 我们在下个视频当中 很精彩哦 不见 不散